可能你现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现在讲一下内地有什么问题 内地的问题是在网上的传闻 他什么时候发表呢? 有封信是10月30日发表 写这封信的人是顾曼明 他有署名的 顾曼明究竟是什么人呢? 其实他在内地顾曼明有出书 他是不是真的是党员呢? 这封信我认为真的是他写的 顾曼明是新华社的老记者 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这篇公开信 有人表态了是支持的 包括谁呢?就是 走了老去美国的蔡霞 蔡霞是谁呢? 蔡霞是以前党校的校长 这就是要讲的问题了 他写封信是怎么讲的呢? 他就说 党中央 国务院 务毫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10月25日到上海休息 当日入住上海浦东东嘉宾馆 根据党中央关于高级领导干部外出的纪律要求 李克强同志去上海休息显然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安排的 否则他不可能出京入户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李克强同志誓誓赴告 李克强同志因心脏病突发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临时十分在上海逝世 李克强同志逝世的消息在全国传开之后 据了解很多党员、人民、群众 对李克强同志 25日到上海26日仅仅一天逝世 实际情况是李克强同志在26日下午或者晚上逝世 抢救工作将这件事延迟到27日零时十分 他用了一个括号括着 他说觉得不可理解 很多党员对这件事觉得不可理解 认为其中有很多事实没有说清 很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 他代表广大党员 因为他也是党员 人民群众认为李克强同志是正国级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 他的突然死亡原因不查清楚 匆忙地进行围体火化是很不应该的 今天李克强的围体就会被火化了 现在他这个人写 港大人民群众发声 这样的话在国际国内产生不良影响 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声誉 是不是这么夸张呢? 这个人写的东西是有根据的 他就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条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第七 密切联系群众 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预示和群众商量 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第四条就是党员享有下列权利的第八款 就说向党的上级组织 直至中央提出请求 申诉和控告 并且要求有关组织 给予负责的答复 这个顾先生 他叫顾曼明 他就说 本人作为共产党员 根据党章规定的义务权利 有责任向党中央国务院如实反映 当前在李克强同志 世世上的问题社会动态 广大党员人民群众 在李克强同志突然逝世之后 有关方面 没有向大家说明他的死因抢救过程 只是说了因为心脏病 其中有很多疑点不可理解 产生了很多很大的意见 在社会上议论纷纷 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 其实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就打个问号 他就说李克强同志是党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 曾经为改革开放 赴民强国作出很大的贡献 他的喪势应该是非常重视的 不可以草率了事 尤其应该调查 彻底搞清楚死因真相 向广大党员人民群众作出交代 顾曼明就说 他自己收集了广大党员人民群众 在李克强同志突然逝世问题上的疑点和要求 其实我就不知道有什么疑点 老实说 不过现在有人就说有 代表党员群众向党中央国务院如实反映情况提出要求 第一,立即停止李克强同志遗体火化安排 将他的遗体保留下来 在李克强同志死亡原因调查清楚之前 不要匆忙安排遗体火化 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安排遗体火化 其实这个很奇怪 已经说了是心脏病了 调查原因已经出来了 但是有些人不相信 但是你不相信的人是不是也不相信的 做完调查之后告诉你 又是心脏病你也不相信的 是不是? 究竟他代表什么港大党员人民群众呢? 这个就很有趣了 他就说 他的要求就是 还有就是如果不理港大党员人民群众的要求 执意 立即火化李克强的遗体 就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影响 其实不是的 其实问题就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李克强是怎么死的 就是心脏病死的 是不是? 突发心脏病死 为什么国家领导人不可以突发心脏病死呢?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人人都可以突发心脏病死的 为什么国家领导人不可以突发心脏病死呢? 这些我觉得很奇怪的 在内地现在有这篇文章在内地传的 立即成立党中央国务院联合调查组 这是他的第二点要求 对李克强同志在上海一天就突然死亡的事情进行调查 查清死亡真相 被广大党员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就是交代了 就是心脏病了 是不是? 他不是 他现在就说 联合调查组要围绕李克强同志突然死亡事件 做出认真事物的调查 将曾经接待接触贴近李克强同志的警卫、保健、医护、救护人员、厨师、宾馆、领导、服务员、司机、市、 接待署、干部全部集中控制 有人是不是想要搞出一个 因为李克强而死 搞出一个大案 要全部集中控制这些人 逐一谈话调查 如果死因没有可疑的话 为什么要全部集中控制 然后逐一谈话调查 然后还要在现场困擦 在现场痕跡发现问题疑点 了解是不是泄露李克强同志活动安排 抢救方案是不是有效 使用医疗设备药品是不是合理 有没有故意用不当药品救治方案 有没有独绩行为 这些对参与救护的人是很大的侮辱 我看到就觉得是这样 他说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 国外也有邪恶敌对势力 可能潜入我国的 通过加害李克强同志 达到阻挠我国强国建设 破坏我国社会稳定、扰乱人心 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是这封信 已经是得到 破坏中国社会稳定、搞乱人心 这封信已经是得到的 还有他说其次就是国内野心加阴谋加 党内的腐败分子 将承智廉洁的李克强动志 看索是眼中钉 欲中刺 要随之而后快达到 散党奪权的目的 我们对此就切莫麻痹 大意不可疏忽 但是问题已经是心脏病了 他说要严肃查明李克强死因真相 如果确熟党内野心加阴谋加腐败分子 打击报复李克强同志 应该划出潜伏在党内国内的野心加阴谋加腐败分子 予以党己国法呈办 但是现在说真的 李克强是心脏病 你说是有人特意激死他吗? 心脏病是特意刺激,激死他吗? 特意给他一些药,突然让他心脏病了吗? 有些东西已经说了,已经是心脏病了 好了 第三就是 立即对李克强同志围体进行解剖 组织国内有关权威的心脏病专家名医 根据解剖标本病理切片临床症状等等 对李克强同志死亡原因作出科学的实际结论 就向广大党员人民群众作出解释 凡是在李克强同志死亡事件陆去作假的 都应该负党己国法责任 根据他的罪责大小分别作出处理 这样 现在究竟是这封信搞乱人心? 还是有些阴谋家搞乱人心呢? 看上来好像是这封信搞乱人心多些 他就说根据原来的安排第四点的要求 李克强同志世世后不开追导会 仅仅在今天全国降半期 广大党员人民群众认为 他就代表了广大党员人民群众 他说这样的规格的悼念活动 和李克强同志的政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和他在改革开放 民副国强建设里面作出的贡献 就很不相称 大家要求党和国家应该举办符合 李克强同志在党人民群众里面 崇高威望相符合的追导会 以表达大家纪念李克强同志的心情 会后就不要火化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保留遗体至调查出结论为止 以前中央作出关于领导干部逝世 丧事简办的规定 这是对领导干部正常逝世的要求 其实问题是 现在有一班人经常说 李克强突然死亡 很危险 看上来不是这样 是有些人硬要找些事情来搞 二次就是看上来有些人要找些事情来搞 那么 他现在硬硬说李克强在上海突然逝世 不是正常死亡 不是正常逝世的 虽然没有结论调查 但是仍然属于不正常逝世的 他一口咬定是不正常的 如果你一口咬定是不正常的 那是没得说的 国家说了就是正常的 而且你想想也是正常的 你看看李克强之前的样子 也是很累的 那些事情 他说应该不受 喪事简办的限制 这个是不正常逝世的 他说要充分表达 港大党员人民群众 对李克强同志突然逝世的哀悼心情 应该有 治疗委员会名单 为他举办一定规格的追悼会 这样 李克强同志逝世之后 只是发布了一个复告 没有发布治疗委员会名单 没有其他通告 在北京派专机去上海 接李克强围体的时候 也没有发布有关的新闻 不知道有没有 党和国家领导来接送 这是前所未有的 他说在新闻开放的 现代社会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顾曼明 要接受34年前 曾经一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干部逝世之后 由于对他的评价 悼念仪式的问题上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不一致 这也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要接受几十年前的教训 举办和李克强同志身份 贡献商符合的追悼会 以表达大家对李克强同志 逝世的哀悼心情 有这些要求 其实是否合理 我的看法就是 这些要求 你可以说是合理 也可以 你可以说是不合理 现在就不搞公开追悼 有没有问题 其实情况就有点像 其他 党和国家领导人离开的时候的规定 其实就是 那 其实 呃 其实 李克强的情况 一定要说 之前有另外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离开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就是李鵬 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现在根本就是 呃 大家看到的 如果你是做过总理离开 就已经有一个template 一个实际的情况 其实大家要知道 政国级领导人 喪事 都不会开追悼会 不会搞全国哀悼 只会在 围体火化当日 搞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其实就是 接着就是在天安门的地方 下半期 其实就是 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说清楚 虽然他没有说围体告别仪式 那些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些是李家自己的事 就是李克强的家里自己的事 就是我认为是 他自己代表他自己不要拘捕其他人下水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现在拿这件事来吹的人 没有看过去三十年是怎么样的 其实 国内的喪事 尤其是国家领导人 他们的喪事是很简单的 其实因为经历过 试过两次 大家记得1976年试过一次 就是国家领导人离世 又搞到有其他问题出来 细世的不是离世 国家领导人是细世 搞到一个问题出来 89年也是这样的 又是搞到有问题 所有重拣 其实就是大家安全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是对的 因为说真的 社会要求稳定的人 是占最多数的 尤其是在国内 如果你问一问 如果你现在想不想搞到 社会突然之间很乱 好像89年那样 很简单是没有人想的 我说过实情在国内 如果你真的要说说 广大民众党员的民意 就是没有人想乱 想经济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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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骂就说 哇,有没有搞错 这个灵堂这么简单 这么简陋 村委书记也闊气过这样 闊气过李克强同志 就是村委书记那些 你这么闊气就是你不对 问题是对的嘛 你闊气是你的错 所以不要搞乱了 村干部的闊气程度 是村干部有问题的 不是国家领导人有问题的 不要搞乱了 现在看到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社会是改变的 是有进步的 有很多事情 有些人当然想我们不断解释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都说了 你其实已经说了它突发心梗了 大家知道它是突发心脏病 其实心脏病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会有的 突发死 你身边一定有朋友 是突发心脏病 离开这个世界的 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做了几十年人 一定有朋友 突然之间心脏病又去了 一定是有这些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Dosa 说 余德成美足三十岁 差点因为心脏病发死 其实很多人都会的 很多人都会的 河虎就说 这些有好阴谋论 其实有很多都是阴谋论的 其实就是 那么 河里旭就说 他想可以自己去献花 不用国家做农民商财 是的 有些事情其实 喂 现在的操作就是这样的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总之你做总理的规格是怎样的 就跟回那个规格 对上一个总理离开的就是李鹏 如果没有搞错 是 国务院总理李鹏 对上一个离开的 也是党的二号人物 那么 只要 一模一样 其实 李克强和李鹏的副告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基本上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 一样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其实 我觉得我绝对是收货的 还有 现在 李鹏那时候走都没有搞追悼会 是落了出来的 还有没有搞全国哀悼 李鹏都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些事情 看回那个规格是怎样的 就是规格 就是这样的了 规格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就OK了 所以现在 你看到那些人说 国内传说会乱 我认为不会的 就是我对国内这些事情很有信心 还有他们反习的人 就是很老实说 如果你真的反习的人 搞这么久都搞不出样子 可以借一件这样的事搞出样子 我就不相信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么粗浅的了 好了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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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